我本來就沒玩,所以所以 然後我就跑去玩那個多娜多娜 然後我 在前面就看劇情看一看 然後就 就 有點困,然後後來我就繼續看 然後他們後面就是中間有一些 色情CG 然後我就看,看了之後我就想說趕快看一下遊戲機制是怎樣 後來遊戲機制他可能還在很前面吧 就我覺得有點陽春 後來玩一玩我就 我就有點困 我就 好像就 躺在沙發上看電視了吧 我就沒玩了 然後後來我就 有一天想說在玩看的時候 我突然有點找不到他的連結 我也忘記我遊戲裝在哪裡 因為他也不是Steam 然後我就沒有開 我就沒開了 你現在問我才突然想到這件事情 所以我也不算有玩過吧 我根本就還不知道他遊戲機制造也是怎樣 好啦 好看我們要怎麼去排 怎麼去打分數呢 怎麼去排呢 我們先來公布一下Freemium版本好了 我看一下齁 2022年 基本遊玩免費的 遊戲 現在這個基本遊玩免費 我覺得 先把五分挑出來 好不好 大秦帝國 火炬之光 火炬之光 然後這個 花翼山 花翼山 星之月 然後 曾山國無雙霸 悠久之術 這裡好多滿分 太多滿分了我懶得打了 我用看的好了 我自己覺得前三名喔 OVERWARGE 2吧 OVERWARGE 2會有一個 OVERWARGE 2 我從下面看得上來 OVERWARGE 2 賽馬娘 但賽馬娘 算不算2022 算了啦 我就以台版為主 好不好 就台版為主吧 賽馬娘 我覺得 漫威 頭溫至低吧 頭溫至低 跟 鋼彈 EVOLUTION R 我覺得就是五款 brokerage 四 variance 是這五款在比 紳鬱 紳頓 紳 紳 要 我覺得 喔天啊救命啊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好糾結啊 我想想看誰會吃雞 金銀銅我覺得 2022 的 可以列出來剛剛沒聽清楚 我唸了 Overwatch 2 賽馬娘 漫威順戰超能